看这就是咱们冬奥村的施工的 施工的时候啊 这是去年的冬天 这就是咱们的运动员 里边要包括冬禅都在这边要住的 这是这也是去年 去年还没有太 这在什么角度 去年的冬天 是航拍吧 对这是航拍 这就是所谓的奥运村 在这边住咱们运动员 各种 这边就是现在咱们专岸口发展的封殿 都是封殿 这就是咱们的奥运村 这老师这一块原来有山吗 你是把山移为平地的吗 没有 原来是村 这是一山二建 这块是村 本来就是过去是小奴村 那这个村以后可好了生活 这块大家伙看一个 这个没有这个这一块叫五环桥 就是刚刚看见俩环 对我们昨天我们昨天经过过的 红色叫五环桥 这叫岩虫高速 现在叫金里高速 就岩虫到村里外装修的 这条的 估计你们从这出来 这个建的就是 这就是这个角度拍的 这一块就新建了一个 也是被咱们奥运会冲进体育公园 冲这进去以后 这就是叫云顶发泉公园 云顶发泉公园 这块就是空中技巧 雪上技巧 你说那什么游行 空面的 空面的 所以就障碍追逐 就在这套沟里 对在云顶会产生18枚金牌 所以说他这个太子城 冰雪小镇 奥运村都在一个区域 方便 对方便 生活是吧 比赛训练 很方便 你看奥运村这块过去 斑脚过头就在下一个 那这个是未来也会开发 让民众去 现在就在打造 主题公园 奥运叫次经济 多奥运完了怎么办 是的 对啊 那可能像民众开放 你得打造一个 要不说多奥运你弄完了 就是经济怎么弄 现在奥运会 真的通知挺大的 那是 完了又打造新的经济 这就是咱们的雪如意 哇哦 哇好有科技感 它正好下面会连一个冰玉环 这是两栋的时候 这块他说的冰玉环 其实就是这个角 冰玉环在下面 它是三个场馆 用通道连接起来的 然后正好从雨如意下面 整个是一个玉环的形状 它都是从根据咱们中国的 一些传统的事物的一些元素 我几乎是三天两楼去 在两天下雪 连着去了两天 下雪好 是吧 开始下雪 下雪好 就是冷了 就这两天风大 也是冒着风险 拿小飞飞 去多少米 这到山顶吧 这拿飞机 拿飞机飞 嗯 构图真的好 构图好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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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